選戰將近 好像有很多大家 關心矚目的東西 就慢慢的被選戰新聞給淹沒了 好 到現在問題 我們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到底有什麼東西不可以吃 到底還有多少黑心油在後面 還有大家說的魏家 你的三十億跑到哪裡去 悄悄的你就跑了嗎 然後101各方面的股權 好像慢慢慢慢的 還有銀行的貸款 似乎在Undertable 在檯面下開始 一步一步再進行 傑銘 對 當我們在談三十億的時候 我們卻忽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康師傅的股票 其實在香港是大跌 超過了540億台幣 這才是大的錢 而這個大錢裡面 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事實上如果今天 不是這麼多人幫他忙 恐怕這個股票應該要下跌 我們來先看 這個是我從網路上抓到的 不論是馬英九的假發票 或者是政府事業的假國營 或者是劉振馳的假國土 或者是行政院的假廣告 這是政所稅的假改革 監聽國會的假正義 無薪假的假放假 貸款99%的假公益 對不對 或者是long stay 假下鄉對不對 勞工退休金假慷慨 或者大部分的假開發 基本上這是我們說 2013年到2014年 最經典的事情 但是其中貸款99% 是我們心中的痛 雖然這件事情有得到公允 因為彭華人出來說話 但是有些事情還掩藏著 並沒有被煎花 我們看下一張 事實上當時在發生這麼大的 一個魏家的鋪天蓋地 滅頂計畫的時候 突然有人跳出來 我們還記得吧 就是尹老闆 尹老闆30億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動作裡面 30億其實是幌子 但是它背後真正的意思 什麼東西就是切割 因為其實康師傅 代表是一年產值 超過3000億以上的 一個人民幣的產值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張圖卡我們在昨天 稍微帶了一下 但是今天要好好的 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在這個過程當中 請你注意的 第一個是時間點 時間點是8月份 還記得8月份 正好就是我們說的 同業日數正在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其實魏家 已經受到影響了 所以先三 然後到9月份 又是其他的事情 第二波 又下跌了一段 對 所以你看到 其實康師傅在香港 是忠實反映的 台灣的黑心油 跟所有的骯髒的事情 那麼股票有趣的內容 是他拉了三個底 而最有趣的事情 這三個底 代表什麼樣的備歐意義 我沒有按順序 但這三個底 正好代表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三個人鞠躬 我們看下一張 這三個人鞠躬的畫面 其實是成功的 讓康師傅不再重挫的概念 這兩個是魏家那兩位兄弟 這就是我們說的這位 就是尹董 那我們說的這三十億 其實政府已經巧巧的 替他背書不用拿出來 我們看一下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鼎心三十億國庫 又是他 為什麼每次關鍵時刻 就有這個人呢 這個人叫做 我突然之間 我實在不想講他的名字 我不懂 我不懂 好 張盛禾說 為了考量社會觀感 所以要把他退回 所以魏家不用捐 對 他為什麼不收下去 做社會福利 去做健保 把這問題解決掉呢 國庫本來就可以收 各式各樣的捐錢 需要適當的處理 為什麼你一定要財長說 他就算收到這個捐款 他也不要收 重點是掩蓋囉 表示 掩蓋什麼東西 是政府不要的 對 政府不要 所以你也不用捐了 政府錢太多 要不要跟我們納稅的人說 稅我也不要 然後接下來 可是你要對照一件事情 他對鼎心這麼的仁慈 說三十億我不要 但是你看 對於當時陳充指的宋文綺 對 他是什麼說法 他說101跨年煙火 一定要辦得成 他表示他也只是101 宋文綺一定要辦成 如果找不到贊助商的話 就用101自己的經費來處理 最經典的是一句話什麼 如果辦不成套 為宋董事長施問 等一下 財政部長管煙火 對 因為他是101 最大的董事 我們講這個地方 各位你聽到一些事嗎 30億輕輕放過 財長也說這個事情跟他沒關 政府也不收這30億 但是如果101 因為101已經把這個 在宋文綺的領導之下 已經把魏佳幹掉對不對 結果他說為宋董事長施問 這就是我們的官啊 張勝和你面對 台新張營的事情這麼的野蠻 你對魏佳這麼的仁慈 你對陳充所指示的宋董事長 你是這麼的兇狠 但是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 哇 真的讓魏佳的股票 打了一隻腳 但下一張門神之說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答案 可是我們可以確認一件事 切割卻是發生的 他這就是他們最大的 他老大說一定要切割 因為畢竟中國的 魏康師傅很重要 真的這樣子嗎 又打臉了 我們看下一張 這張是讓他全部跌下來 我們把這個事情講完 這裡面樂樂等的字眼 他在訴說一個內容 我歡迎所有的觀眾去Google 他還說台灣的政治很爛 台灣這個 對於食品安全的控制很爛 中國很先進 中國有警察 中國有規範 所以他們在中國不會犯罪 那因為台灣的食品安全很爛 而且要照目前為止 還是自己主動去報支 所以他整個內容 就在評估一句話 台灣的使館 使館真爛 那使館法通過之後 恐怕還是一樣爛 但可以肯定是康師傅股票 又打了第二根所謂底部的腳 那爛仗恐怕還不是只有這樣子 我們以後還有繼續 再來談談看 稍後回來 再次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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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吼了 再次吼了